而为了因应特殊严重传染性肺炎疫情的升温 某电子厂已经都发生了外籍移工群聚感染的事件 玉利警分局是赶紧率领外事业务承办人员 陈寅涵远景、清富南区三乡镇外籍移工的宿舍、工厂以及店家来加强防疫宣导 为了因应特殊严重传染性肺炎疫情升温 某电子厂已经发生外籍移工群聚感染事件 玉利分局赶紧率领外事业务承办人警员陈一涵 亲自到南区的三个乡镇外籍移工的宿舍、工厂以及店家来加强防疫宣导 玉利分局表示 玉利政固有347名的外籍移工 有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尼籍 而为了防止破口产生 特别也贴心制作了四种语言防疫指引 来落实防疫措施、加强门禁、实联制的管理 期望外籍移工们来了解政府的防疫作为 请外籍朋友除了做好自身防疫工作 避免不必要的外出、群聚及朋友来访 也请雇主做好管理工作 如移工有发烧症状或沉往疫区 请主动联系卫生单位筛检 让我们一起做好防疫 玉利分局长表示 因为大部分的外籍人士不是很了解中文 有语言上的隔阂 加上文化差异 很容易对于台湾相关法令认知出现落差 以至于在不了解政府相关防疫政策 以及指引之下 是容易造成防疫破口 防疫是不分国籍 齐心抗疫才能让生活回归常态 记者高双双预证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